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除了我们原本认知的那三高以外 就是还有一滴就是骨密度低 所以这些慢性病就是需要长期的治疗 并不是说你打了一针两针或吃一两个月药 它就像感冒一样就可以好的 因为这个就是你身体的慢性病 所以我们不会期待说我们高血压治疗一段时间 糖尿病治疗一段时间就可以停药 那同样骨质疏松症也是一样需要长期治疗的 但是因为骨质疏松现在药物非常的进步 它可以用打针的或者是不需要每天吃的药物 可能一个礼拜吃一次一个月吃一次 而且骨密度在流失其实是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治疗到一段的期间的时候 的确是可以考虑暂时停药一下 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停药不是就不管它 是要继续追踪 看有没有要再重新做治疗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各个药物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停药 那目前在过去有一些人使用的是双磷酸盐类的药物 包括一个礼拜吃一次的药 又一个月吃一次的药 或者是一年打一次 或三个月打一次的那种增剂 那些大部分都是双磷酸盐类的药物 要治疗多久呢 在我们的文献还有治疗指引里面告诉我们说 这些药物如果是口服的话治疗五年 那如果是增剂的话要打三年以上 我们再重新评估它的治疗的效益跟风险 那看是不是有需要在治疗 或者是说可以稍微停药休息一下 或者是说要换一个药物来治疗这样 所以一般有人以为说是治疗三年就可以停了 其实不是这样 是治疗三到五年 需要再重新评估治疗的效益跟风险 因为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再讲一次 而不是就停药就完成治疗了 那第二个目前有很多人打 就是这个单株抗体 就是每半年打一次的 就是名字叫保格力 那这个药物就是要非常注意 它是不能擅自停药的 就是而且它不能延迟很久才回来打 不能说我觉得我有空再回去打就好了 这样这个是治疗效果会变得非常非常差 因为这种单株抗体就是时间一到 它效果就没了 而且鼓密度会就像溜滑梯一样 就会又往下掉下来 会掉得非常快 所以有在打这种 增剂的单株抗体的药物人 就是每半年固定时间到了 就一定要回来打增 那尽量延迟不要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那这一类的病人 如果是治疗三到五年重新评估以后 如果说需要继续用的话 那就再继续打 那其实目前的研究 打超过10年的这些患者 都没有什么新的副作用产生 而且效果都还很好 所以它的长期的安全性是非常的好的 那如果要停药怎么办呢 如果鼓密度已经上升到一个程度 骨折风险降低了要停药的话 那就必须要再回去用其他的药物 例如说刚刚提到的双磷酸液的药 在治疗接近两年的时间 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因为如果擅自就停药 没有做其他治疗的话 鼓密度会下降的非常快 很快骨折风险就又会升高了 那有一群人他是使用 照骨促进剂就是 每天打针的这种 副甲状腺素类的药物啊 像是骨纹啊 艾欧骨德啊 或是说每个月打一次的这种 易蚊挺这个硬化素的抑制剂 那这一类的药物都有它治疗的期限 那如果以副甲状腺素类的药物来说 那大概可以治疗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如果是易蚊挺这种硬化素抑制剂的话 大概是最多治疗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会需要再换成 刚刚讲的那些就是 单株抗体或者是 酸泥酸泥的药物来继续做治疗 那所以说呢 它是不是说治疗完成了以后 就停了就不管它了 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些药物治疗 在停药上面一些介绍 那所有药物在暂停了以后呢 如果没有治疗 骨折风险都会增加 这个是不管任何药物都是一样的 这是跟你如果停了高血压 或停了糖尿病的药物 你的中风心脏病风险就会马上增加就一样 所以一定要记得 这个骨折风是一个慢性病 它需要长期治疗的哦 这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